布宋霞送往国军花莲医院 慈基医院 门诺医院急救 警方表示 韩籍游客有13人 及韩籍导游李淑琳的脸部身体四肢受到轻伤 游览车司机陈正钦 疑似双手骨折 伤势最为严重的是62岁的李英淑 就近送往国军 根据伤者李淑琳表示 该团是从韩国首尔到台湾进行四天三夜行程 今天是第二天 上午失恋地方花莲 预计下午一点左右到泰鲁德国家公园 预计达六点的火车到台北 没想到发生这起最大的意外 索性大家姓名都保住了 花莲医院长 傅文琪也在车祸发生后随即前往医院探望 傅文琪透过翻译安慰伤 并希望伤者尽心修养早日 泰管处副处长张登文表示